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 Night 我们实时搬运全球币圈顶尖博主的会员内容 包括比特币风哥 智哥 成哥 军长 罗胜 提阿非罗 蛋糕爸爸 币圈所长 米哥 大漂亮 书琴 书说财经 三马哥 丹尼尔 杰森 输说财经 三马哥 丹尼尔 杰森 输说财经 英德塞克 瑞奇博等50多位国内外优秀一线博主 接下来来看看今天的博主内容精选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 周末的时候比特币如期反弹到了通道上面线 最高转破了7万 目前整体来看 已经走到了社区指标图的看转看电风格线 还有大小通道之上 今天白天比特币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反弹 那目前的行情是不是像杰森上说的 只要占上70300的话 下个目标就是75000呢 会不会有什么突发情况导致比特币下跌呢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大昨日上午8点半的时候说 依然在2021年前高受阻 他说的前高就是69138 所以他说盘口看 似乎不是量增价涨 持张量是逐渐萎缩的 周末成交量很少 但如果站上去 还是要留意三角形上边缘的突破 这个三角形上边缘线 目前来看对应的价格应该在70300 目前比特币还没有突破 这个位置确实成压了 然后在昨晚11点半说 他说 虽然成交量不多 但毕竟还是占到了21年的ATH上面 支撑阻力互换位的上面 现在这条线又成为支撑了 维持不变 三角形上边缘真假突破是下一个交易机会 好 这是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相当于现在下方69138是支撑位了 有阻力变成支撑 重点观察70300附近的突破状态 如果能站上去的话 我们可以既定比特币的下一个目标就是750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ason 他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接下来需要关注24分钟和12分钟熊市分水岭 在强势反弹中 除了快速突破786以外 你还想在这些时间框架内做更多的事情 Jason说的关键点为止0.786 70290 今天凌晨最多就是70300 刚刚好卡点 所以他说 如果是空单 则TPSR翻转良好 就是在70290开空 比特币跌到699的话可以TPE 接着来今早3点半时候他说 NFA 但这是在当地范围进行TPE的好地方 我仍在期待本周再创新高 达到72 至少拿下这些高点 我们将在明早直播 制定全新的交易计划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他的下一个目标比较保守 只看72 也对 一步一步的来 我们直接定75,000的目标 确实太嚣张了 还是要跟Jason学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均涨 他在今早7月中的时候说 个人倾向大饼走黄色三角线 直接突破新高 所以这几天找机会继续入多单 多单报道大饼新高 再考虑是否出 好 这是均涨的观点 相当于他同样画的这个三角区间 周末群里有很多小伙伴说 这个三角区间都已经成共识了 是吧 目前来看 均涨的目标划的是75,000左右 回调的话皆多 分批开仓 止损放在66,000 好 这是均涨的交易计划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部落乐园不省 他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给了一下强势山寨币推荐 一小时四小时八小时一天 大家可以站紧的看一下这些强势山寨币 参考一下部省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的昨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AAV搬家孩子们不能休息 我发烧了 但我们仍然前进 ETH重新起扫了这一区域 我们在低点有相同的低点 因此要观察我们在区间高点的表现 看我是否要退出多头或持有道TP 好 这亚瑟的观点 他认为以太坊上方阻力位是3500附近 再上方是3700 可以尝试在这两个点位开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亚瑟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WWG的交易策略汇总 我们社区对WWG的报单进行了优化 大家可以直接点开某个KL的帖子 看到他的报单和执行的交易计划 不用再像之前一样分开看了 但是这个功能只局限于Discord 电报还不能实现 不像之前要来回跳着看是吧 非常清晰明了 这是沃特茨这几天的报单 这是约翰这两天的报单 这是HPGA这两天的报单 加入了会员的小班 可以帮忙测试一下 如果有改进意见的话 可以向我跟K大反应 我们来进行修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长 他昨天上午11点半时候说 MUBI调整的时间确实也够长了 均线也出现了一样穿多线了 两个点介入现货 0.127和0.118这两个位置 目标0.16 0.18 0.2 0.23 0.32 MUBI这两天非常强势 现在已经涨到了0.174 所长又准了 这是我观察他的第三天 然后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 他说 比特币这个针 似乎还是咱们昨天跟大家讲的 起到了一点作用 但是这种上下针 最好是在下跌反抽时候出现 那就非常好了 没有看昨天视频的同学 记得补一下 GLQ第一个指引点到了 好 这是所长的观点和报单 又准了 不错 继续观察 再探再报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柳玉东 他今早9点半时候说 美帝本周刚刚施压阿斯麦 要求他停止向印度提供售后服务 印度占阿斯麦收入的29% 阿斯麦心里苦啊 好 柳大说这个印度指的就是中国 很多华人小伙伴不知道 现在大陆国内中国有几个称呼 第一个是印度 第二个就叫巴拉特 第三个叫缅北 第四个叫西朝鲜 又给大家提高知识水平了 是吧 我觉得短时间内美国可以压制中国的芯片 但长期来看很难压住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15476到73777 这个上涨结束回撤20%到就是1.8都正常 回撤以后是下一次上涨 价格侧破红色区线 68063 转强 今天支撑在绿色区线 64493 不淀破他是强势调整 好 就是柳一栋柳大的观点 他用波浪理论画的下方支撑位牛逼了是吧 64493啊 只要维持在这之上的话 就依然看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B 他在昨晚7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更新 这是我们期待的下一步 70250 这是我降低波段交易杠杆的原因 72有点流动性 可能在到达75000之前会跌至68000 因此分界头为70250 71800 75000到77000 夏令VB认为上涨到72之后 有可能会回踩一下68000 然后再上涨突破75000 随后他说 分行来自2021年的布局 不一定完全相同 但大多数分布看起来非常相似 尤其在HTF之上 这是我们预计的走势 然后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 他说 因尸杀错过开单的小伙伴 请点击此处 第一次可能在周一进报期间 第二次机会是在减半之后 随后VB在短线交易策略里报了单 然后他统计了一下本周胜率 他说 完美完成本周交易 加拿大股票 WEEB盈利180% ACB盈利77% CBA盈利77% -ACB 美国股票 CDC盈利100% CCC占总数100% 自昨晚起第三级 LBTC起今上涨70% MUBI起今上涨50% LAYER目前上涨116% KIBA截止上涨50% 这些都是75000的活跃交易 我将在全部关闭之后更新现货状态 不仅是加密货币 我在今年年初购买的任何加拿大 或者美国基金的业绩 都超过了你在短短三个月内 购买的几只股票 好 这是VB美股的业绩啊 我们看看他比特币的 他的比特币战绩是状态 周末 交易总数26笔 损失3笔 获胜23笔 盈利率853% 损失比20% 单笔交易中最大亏损 10倍杠杆下8% 总体胜率88% 盈利率97% 我还没有计算雷达上的所有交易 BC20分钟19次微型移动 3月11号到13号下降 4月第一周购买 全部都是提前通知 GOL底 好 这是VB对比特币的观点和他的胜率 有炒美股和加拿大股票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他 丹利和VB他们都炒美股 最近这段时间VB他们手感还不错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报单和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E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周末定回68700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的话最高是4M 周末上等的话 转到70400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是2.8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价格附近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要多 经过几天的洗盘大家又看多了 多军的爆仓位主要只用在67000附近 量能差不多3.3M 不算太大 这跟空军的爆仓位主要只用在71000附近 量能只有2M 这个交易量跟之前比起来不算大 还行不多不少 庄家如果想继续震荡的话肯定会杀一下 如果直接想上去的话也可以放一码 没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没有什么人做空啊 都在开多 他们的爆仓位主要只用在3370附近 量能只有2.5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全局爆仓图 跟比特币其实是一样的 都在看多 多军的爆仓位主要只用在3300附近 量能是2.3M 总而来说 很多人认为以太坊会不涨 毕竟比特币又强势了 感觉又行了 所以大家都在开多以太坊 但是不知道大家最近发现没有 没有博主还12万15万了 都非常的保守哦 所以目前的行情最好见好就收 不要太过于激进 现在绝对算不上狂暴大牛市 做好防守 在现货赚钱的情况下 及时做好止盈 保障自己的利润 好 今天类人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时事报端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